太太 太太和姥姥们进去了那么久 这个荣桂人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算受苦也不出声音 这脾气真够绝的 娘娘 事已至此 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 慢点 慢点 罗霄 皇上 令萍娘娘这会儿 是估计快生了 您是否去看看 令萍又不是头一次生产了 自有节省姥姥赵爷 知道 为臣给皇上请安 怎么样 小姐如何了 荣桂人身子已无碍 只是 只是无法生育了 谁做的 谁做的 回皇上 是臣妾所为 廠谣 11 Doctors 4人 皇上息怒 皇帝 号 17พ 皇后 皇后怎么来了 身为君王 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 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 皇后 起来吧 皇娘 儿子是不改 可容贵人无辜啊 皇帝 皇帝 你要的是韩氏 如今你也如愿以偿了 可韩氏心里有别人 旁人能有什么法子 皇帝呀 有时候爱之士族以害之 若无你的过分沉溺 本无人会对荣贵人过分在意 你宠爱太过 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皇娘 儿子是宠爱荣贵人 但并不太过 皇娘您切勿听信人言 哀家还用听信 你都为他做过什么 哀家没看到吗 而且喝下药去 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 皇帝要怪 也只能怪你自己 皇娘在此 您也好好地劝劝皇上 儿臣告退 皇后受委屈了 去吧 皇上 竹儿醒了 皇娘 拿儿子进去瞧瞧 啊 啊 啊 皇皇 小姐 你醒了 你醒了 王八蛋 你醒了 你醒了 我醒了 我醒了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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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了 孩子生于不舍 我自己定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我本不该来到这个宫里 更不该得到你的宠爱 就当我无福 承受不起 我未来的孩子 也承受不起 你要我伺候你 我便轻轻静静地 伺候你一辈子就是了 你的意思 皇娘的意思 朕都明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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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皇上 令平娘娘生了一个小阿哥 是皇上的十五阿哥 好 好 谨忠啊 传臣指一 荣贵人 深得振兮 敬为荣贫 令平哪 接连生子 又微柔晚顺 敬为令妃 去告诉令妃 十五阿哥 可以留在他身边养着 不必送去寿康宫 还有 皇后料理后宫之事不周 这六宫之事 先交由令妃协理 知道 下去吧 小阿哥 非为了 王上不来 主儿清静多了 早这样该多好 彼此清静 其实 主儿不能生育了 王上是很伤心的 伤过了就好了 有的是人给他生孩子 不差我一个 只是 此番连累了皇后娘娘 我真对不住她 真可爱啊 就是我二哥之伴满月 真热闹 令妃姐姐料理后宫比皇后拿食 可是不同气象呢 是 别这样说 皇后被皇上冷落 你还落井下石 妹妹 这是替您高兴 高兴什么呀 别欢喜起来 就胡乱说话 妹妹是高兴十五二哥能在您身边养育 多谢妹妹吉言 这也是本宫啊第一个留在自己身边的孩子 若是把另几个都接回来 那才算得上团圆 姐姐姐放心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春晨 皇上怎么还没来 说是十二阿哥 正在养心殿跟皇上说话 既经其身 既经其身 娘娘 余飞娘娘和尹飞娘娘来了 请皇后娘娘 起来吧 坐 这外边啊 风雪这么大 你身子一直不大好 还出来呀 臣妾偏要来 免得让那起司小人以为 易坤公怎么了呢 都是荡鹅娘娘的人了 还这般脾气 刚入宫时 不安适适 才不知道怕 如今知道怕了 知道身后是蒙古在撑着臣妾 在宫中的气势 虽然如今有了忌惮 可臣妾还是不愿意 对着小人假以辞色 你这个母鹅倒是挺俏皮的 挺暖和吧 这个母鹅是令妃特意叫人送来的 这个母鹅是令妃特意叫人送来的 臣妾一直不想带 可不曾想皇上知道了此事 还特意问了臣妾为什么不带 臣妾实在是没法子了 这不 今天特意带出来四处招摇 好成全令妃的贤名 这母鹅上这么大个猫眼 令妃说是波斯进贡的 这不带出来谁瞧得见呢 令妃还送了我一只手镯 橙色真不错 可我没要叫人给送回去了 如今令妃赴了位 写礼六宫 施恩上下 真是会做人得很 令妃熬了这么多年 才熬到如今这个位子 自然比从前会行事了 可也是个心里没底气的 才会如此这般 这样的人呢 可不要得意忘了行才好 不说这个人了 不说这个人了 臣妾的宫里新制了几道小菜 都是暖身补气的 冬日礼食最好 臣妾为皇后娘娘 跟于飞姐姐用膳吧 好啊